阿米 爱的文明 作者 恩里克·巴里奥斯 翻译 赵德明 第八章 艾克斯星球 下集 咱们从一个经过批准的通道进入星球内部 就像进入沙亚撒林一样 为的是不让人们害怕 以为咱们的飞船要撞到地面上 于是我们经过了空间转换的过程 穿越包围入口的漆黑岩石 闻卡惊慌地捂住双眼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了一个无限光明 灿烂 令人惊喜的世界里 哇哦 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 清澈的湖泊 绿色和橘黄色的草坪 好像是五彩玻璃制成的建筑物 这种未来派的风格就是在奥菲尔也没有见过 巨大的球形和其他形式的建筑居然漂浮在空中 大面积的绿地上许多人在进行体育活动 美观的运动场 成千上万的宇宙飞船 与精心规划变植花草树木的庭园 整体设计十分协调 从空中看去更显得美轮美奂 这是我一生中看过最美的风景 文卡高兴地赞叹道 如同气压的地下基地一样 这里的天空十分逼真 不过天空的颜色是浅红色调 而不是天蓝色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这个巨大的岩洞似乎没有尽头 阿米解释说 在这样的星球上 居民们生活的岩洞直径有时长达几十公里远 他们的住宅分散建筑 绝不会像地球上的城市那样拥挤 我早就对你们说过 那些大城市无论对人还是对星球本身都没有好处 这里的空间十分宽广 一切建设都和整个宇宙原则和谐共存 这里有大大小小许多部落 大家保持经常性的往来 阿米 这里一定是超级发达的文明世界 现在咱们去看宇宙选美大赛 阿米笑着说道 今天会有来自各个星球的人种来这里欣赏表演 我觉得很疑惑 因为选美活动给我的印象是轻浮庸俗 但是我知道阿米总是会让我们看到惊喜的事物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阿米把飞船停放在位于一座高大圆形建筑物楼顶的停机场上 在我们的飞船旁边 还有大大小小各种式样的太空飞行器 大多数是小型的 周围有人们在走动 或是从飞行器里上上下下 有一些长着红色大脑袋瓜 身穿艳丽服装的巨人让我十分好奇 它们的长相一点也不像人类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和人类比较相近的生物 这好像是一场化妆晚会 大家都非常开心 我弄不清楚 它们本来就有鲜艳的彩色头发 还是头上戴着夸张的装饰品或帽子 其他怪异的脸部或身体的特征 我同样不知道是不是经过刻意扮装的 文卡 你看那些家伙 我看到一群有尾巴的动物 便指给文卡看 阿米笑着说 那些动物过去是生活在树上的 你们别对它们品头论足 要保持宽大开放的心胸 因为在这里会看到一些对你们来说很怪异 甚至荒唐可笑的事物 但是对于那些人来说 是与生俱来的正常特征 好了 咱们得先消毒才能下飞船 我们完成消毒后 跟着阿米向附近的电梯走去 电梯的门开了 从里面走出一对 我刚要开口说是长毛大鹦鹉 想起阿米说要尊重别人 于是我改口说他们是一对身材高大 衣着鲜艳的男女 他们俩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 亲切地对我们打招呼 然后向前走去 我和文卡有些紧张 不知该如何应对 走进电梯以后 阿米看见我们的表情笑了起来 孩子们 这里没有人会伤害你们 电梯是圆形的 四壁透明 内部空间很大 顶部调得很高 我明白这是因为 常常有大个子巨人乘坐的缘故 电梯带着我们进入建筑物里面 向下看去 有很多人在四处走动 各种各样的体型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的衣着打扮也怪异的不可思议 有些人种让我感到害怕 因为他们的长相和形体都非常奇怪 不过 所有的人都显得十分热情而开心 电梯的门开了 我们走了出去 一股芳香的气味扑鼻而来 室内喷洒了香水 因为有些人种的身体气味比较重 走吧 快进大厅 表演已经开始了 我们穿过了几扇大门走进去 大厅中央有个明亮的舞台 四周摆满座椅 人们已经入座 座位的大小不一样 最小的分配给个子小的人种 位置是靠近舞台 个子大的则坐在后边 我们向小座位走去 找到一排人比较少的座位 阿米一面道对不起 我们一面从亲切的 嗯 宇宙同胞膝盖前横跃过去 并没有人特别注意我们 就座以后 我们开始欣赏舞台上的节目 一位高大肥胖 有灰色面孔和大嘴巴的主持人 兴高采烈的介绍 即将上台表演的候选人 通过同步翻译的耳机 我可以听懂大部分的内容 我说大部分 是因为有些话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比如他说 即将上台的是坐在马和克二区的这一位 他的身体属于他那座星球上备受尊崇的白色安沙体 虽然还没有进入光速内部 但是他的乌雷瓦斯就要分类出来了 舞台上出现了一颗会走路的蜗具 他先自我介绍 向观众亲切致意 然后神情专注的立定不动片刻后 就下台了 接着 另一位参赛者登台 表演的内容与前一位差不多 也就是说 没做任何动作就下台了 就这样 银河戏中种种怪异甚至令人恐惧的人种登上舞台 他们有的走动 有的爬行 有的晃动 有的还会飞 他们面带微笑 像我们一样有嘴巴的人 都穿着稀奇古怪的衣着 聚精会神片刻之后 便向观众做几个动作 然后下台一鞠躬 我什么也看不明白 但是 在场的观众显然乐在其中 当台上的人专注心神的时候 台下的人有时会发出 哇哇哇的呼喊 尽管我有时也体会到一种美妙的感受 但终究我和文卡还是面面相去 搞不清楚这场表演是怎么回事 阿米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有点像选美比赛 但是有两点大不相同 第一 这里没有竞争 没有输赢的问题 每个人各自表演 目的是娱乐大家 观众感到开心 就是对表演者最好的奖励 第二 他们展示的不是外在美 不是外在美 当然不是 由于银河系上的生物种类 实在太多了 因此 这个人美 那个人丑 是没有意义的 实际上 我们不大注意人们的外表 美也好 丑也好 都是短暂而相对的 因此 我们直接注意内心 真正的美是内在的 参加表演的人们 所有展示的都是内在美 哇哦 我有一点明白了 但是观众怎么能看到 表演者的内在美呢 内在美是肉眼看不到的 那人们怎样才能捕捉到 内在的美呢 是要靠更高层次的心灵感应 彼得罗 这也难怪 有些人的进化程度非常高 我还不够进化 我只能凭借眼睛去看 心灵还没有那种更高的感应呢 我也没有 文凯有点难过的说 孩子们 并非如此 实际上 你们拥有那种高层次感觉 但是你们不注意察觉 借着这次旅行 我希望你们看看身上那种 视觉偏见的毛病 有没有改善 另一个目的是要你们开始注意 人们从内心发出的讯息 而不是仅仅看到外表或言行 此外 也是要你们多留意自己的内心世界 许多对人真正重要的事 都与心灵有关 因此 进化发达的人们 比较注重内心 不大看重外表 进化水平不那么高的 才会看重外在与短暂的事 当然 我们的进化水平还差了一大截 文卡说到 你们只是少了对这件事的注意 还有一点点练习而已 阿米笑着说 七阿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 闲窗外就是七阿世界 看 你们的姨父母在那里 他们俩正在山上享受阳光明媚的午后 从监视器里可以看到 克罗卡和哥罗正在湖边散步 二人互相依偎着 十分陶醉地欣赏着山水风光 特拉斯克摇头摇头白尾地跟在后面 几只野鸡在天上飞舞 我们很快降落到他们身边 目光盯着阿米问道 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 这有可能吗 当然可能 这座茅屋已经没有人住了 因为屋主克拉托决定永远留在地球上 再也不回到这里来了 他已经成了我奶奶的未婚夫了 哈哈 我还是觉得奶奶和克拉托的浪漫传奇 有点滑稽可笑 老实说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 我们俩一直在认真考虑在这里生活的事 我们俩都喜欢安静 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往来 以后也许可以在这里开辟一座果园 类似克拉托的 再盖一间茅屋 还有 文卡的姨父母对这个话题兴致勃勃 如果一切斗得从头开始 你们的年纪似乎大了一些 这间茅屋就是为你们准备的 稍微打理一下就可以了 果园也是现成的 现在也归你们了 另外 酿造水果酒的全部设备也属于你们了 水果和酒可以到附近的村镇兜售 距离这里大约走四个小时的路程 公路就在那里 特拉斯克强壮有力 今后也会归你们管理 阿米一一做了说明 夫妻二人雀跃不已 特别是克罗卡 我这一辈子一直都梦想生活在乡间 远离城市的喧嚣 哥罗也有这个想法 如今这个秘密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一切好像是在做梦啊 哥罗说 我从小就梦想着生活在大自然里 为了能在森林中生活 我甚至想要学习农业 可是 专制的父亲强迫我去药房工作 因为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注进去了 他不肯掏钱让我学农业 老实说 我恨透了那家药房和那个城市 是的 如果有可能 我很乐意留在这美丽的绿色山林里 生活在这美妙的风景之中 那就没问题了 好了 这里的土地和房屋现在属于你们了 阿米开心的宣布 哥罗听见这句话 一辈子第一次开心的笑了 他的眼神发亮 四处张望 仿佛还不能相信 往后就要和这片美景朝夕相伴 他从山下一道漂亮的河谷望去 那里是一片碧绿 他又笑了 喜悦和感动的情绪让他流下了眼泪 这时他突然有些不舒服 脸色苍白 我们赶忙扶着他走进屋内 让他在草垫上躺下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可能是太激动了 还有些头晕 当然会头晕啊 阿米开玩笑道 因为你还不习惯正面的情绪 难免会不舒服 哈哈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惊人的奇迹 哥罗头部和脸部的长毛开始脱落了 哥罗姨父 你要变成斯瓦马人了 这是在脱胎换骨啊 文卡发出喜悦的尖叫 阿米和克罗卡也很高兴 可是我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奇迹后 会不会带来后患 彼得罗 不会有后患的 这是神奇无比的事情 再过两三天 我们的朋友哥罗就会变成善良愉快的斯瓦马人了 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经历了种种感情的冲击 因此迅速的进化 他对从前所相信的虚假事物感到失望 心中就给真正有意义的事留下了空间 当他得知自己拥有了这片美丽的土地 要准备迎接新生活的时候 他受到强烈的正面刺激 这证明了爱心和幸福 比痛苦的折磨能够更快的使人进化 姨父 你现在终于成为真正的人了 文卡笑着说道 但是 这个特里人还没有完全蛻变 他想为特里人辩护 他刚要说话 可是没有成功 因为几颗脱落下来的大牙正在嘴里晃动 最后 牙齿落到了手掌上 他嘲笑起自己来 秘密警察在寻找一对特里斯瓦马夫妇 这样一来 这对夫妇就脱离危险了 你们不觉得这很神奇吗 脱胎换骨后 手印和脚印也会跟着改变 克罗卡 你也会顺便把你的手印和脚印一起换掉 所以 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内政部工作的朋友 会替你们拿到新的身份证 这件事交给我 阿米满意的说 可是我们俩不大会讲本地的卡伊罗斯语 那么我就替你们申办外国人合法居住的证件吧 一切都不用担心 包在我身上 我还要替你们找书 让你们学习卡伊罗斯语 格罗听了 放心许多 满意的笑了 他逐渐变成一个忠厚善良的斯瓦马人 顺从的接受改造 没有任何反抗 格罗 现在你应该多休息 这个改造过程对身体无害 也没有痛苦 不过有那么一两天的时间会感到虚弱 这个正在改造过程的前特里人想要说些什么 可是嘴里牙齿越来越少 说话漏风 于是笑了起来 你别担心 今天晚上或者明天 新的牙齿就长出来了 但是比较小 当然 当然是人牙 文卡抢着把阿米的话说完 他故意逗弄姨父 可是 格罗不但不生气 还发出漏风的哈哈笑声 引得我们大家跟着都笑了起来 我们在这里会非常幸福的 克罗卡情感流露的说 我的知己好友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提起我们俩最担心的问题 没错 姨妈 你们在这里会非常幸福的 但是山间小屋对于一个应该继续上学读书的小姑娘来说是不合适的 您说对不对 文卡彻底彻底摊牌了 他能不能到地球和我一起生活 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我准备好要力争到底 但是此时此刻 格罗心情很好 说出我做梦也想不到的话来 文卡 你说的对 你的未来和幸福不在其啊 过去我脑筋太死板 不信任阿米和那个好孩子 你的知己好友 让你很不快乐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您打算怎么办呢 姨父 文卡提心吊胆地问道 我同意你去地球生活 万岁 大家都欢呼起来 包括克罗卡 文卡的脸上 展开幸福的笑容 他热泪盈眶向我跑来 我们俩拥抱许久 现在 这段爱情再也不会受到阻碍 幸福就在光明灿烂的未来 等待着我们呢 蝴蝶 小鸟和昆虫 开始在茅屋周围飞舞 我知道 他们也为我们高兴 阿米向文卡的姨父表示祝贺 这个决定真是太棒了 哥罗 你不会失去文卡的 因为只要一有机会 我就会带他来这里住几天 看看你们 谢谢阿米 非常感谢 我记得阿米说过 宇宙当局不允许他以飞船 作为恋人漫游的工具 只允许他为宇宙计划 有关的事情提供协助 阿米捕捉到了我心里的想法 这个小姑娘应该再写一本书 讲讲最近这些冒险经历 文卡会在地球上写这本书 但是写完之后 有必要派人把手稿带到七阿来 好让科罗卡修改 并且在七阿出版 宇宙当局会同意让我带回手稿的 因为这是两座星球之间的重大事情 不是私事 对不对 当然阿米 但是 文卡和彼得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重返两个星球 万岁 我们又一次兴奋的欢呼起来 接着 科罗卡问起手稿如何送交出版社 科罗卡 这件事交给我处理 可是秘密警察那边怎么应付呢 不会有事的 他们只是逮捕你们夫妇 不会干涉出书的事 我可以透过Intertoco寄出手稿 什么是Intertoco 我问道 和英特网差不多 然后再寄上你给出版社的出版授权书 科罗卡 你要在授权书上说明 你临时滞留在遥远的什么地方 秘密警察发现新书未事以后 会去出版社调查 出版社的人会告诉警察 他们是从Intertoco上收到手稿的 其余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这样文卡就可以完成我交给他的任务 接着 还有一些事项需要处理 科罗卡跟着阿米到飞船上待了几分钟 改变了他的手印和脚印 科罗卡还希望阿米把他的头发再弄卷一点 不过 阿米只是笑了笑 随后 阿米要文卡的姨父母列出一张 不值新家所需要的物品清单 他说把我和文卡送到地球以后 就可以把需要的物品送来 姨父母说 不需要很多东西 因为他们俩的心愿就是尽量过简朴的生活 阿米十分赞赏这种想法 接着 我们大家一起开心的动手布置新家 打柴 清洗 消灭蚊虫 最后清出一大堆废弃物 就在那堆东西里 科罗卡发现了克拉托那有名的羊皮书 文卡想要留下作纪念 但哥罗从房间听见了文卡的要求 立刻表示反对 不行不行 那羊皮书是神奇的东西 要把它留在这里 因为是在这里写成的 我做一个木框 把羊皮书放进去 挂在屋里最显眼的位置 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科罗卡打算把垃圾烧掉 但阿米说 不要污染大旗环境 他回到飞船上去 从那里射出一道射线 把那堆垃圾消灭得干干净净 地面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我暗自想着 尽管阿米说他们没有武器 但实际上是有的 阿米捕捉到了我的想法 解释说 但是我不会朝着人射击 稍后 阿米说 应该出发了 因为第二天 他得去更远的地方 完成另外一项任务 文卡和姨父母告别 他十分舍不得离开 但不算太难过 事实上 哥罗夫妇 现在也是我的姨父母了 也十分期待新生活的来临 这样的情绪减轻了离别的伤感 然而 我仍难掩激动的心情 因为哥罗不再是从前的哥罗了 而是一位善良忠厚的典型斯瓦马人 他甚至还对着我微笑 不时友善地轻拍我的头 我对他越来越有好感 阿米说 假如这个小姑娘集中精力 赶快完成她的作品 我们会很快回来的 我明天就开始动手 文卡喊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